黑人被大牙跟郭媛媛指控姓騷老後 被質疑身影的范范 終究是沒忍住發生了 她發文立體老公黑人是個正直的人 並表示懷孕期間只出門過五次 而且老公都在場 主要是為了否認郭媛媛的說辭 結果才沒多久 網友找出范范懷孕期間出門的照片 調侃的說 不是啊 你懷孕期間根本每天出門吧 隨便早就這麼多耶 親愛人 孕婦記憶真的會變差 而且合照的明星都是正人 狠狠打臉范范 黑人否認性騷擾 但事件不斷發酵 名嘴周遇寇發文寫下 自犯為期 你丈夫陳建州 如果真像你聲明所稱 是個正直的人 明天早上太陽會從西邊升起來 要不要來打賭 最後還嗆范范之前 學歷造假事件 直指他們一家都是假貨 白天發文立刻炸鍋 留言區超級熱鬧啊 和范范誇獎老公 一起也沖上樂壽 大陸網友喊 謝謝你不要讓這個男人流入市場啊 現在已經不相信這種小作文了 快出來面對吧